長又死啦,光,長又死啦 Origy,橙色奇蹟啦 評級上來說,毒的真的有橙色的級數 也有毒啦 味道紅色,但有橙色 我覺得,如果我給我比喻這個作品是什麼呢 他就好像當年在1995年代 AVG遊戲一樣,就是什麼呢 選錯,基本上就入眼BAN BAN,但這個作品是一爆結局裡面 有99個都是BAN 所以才叫做奇蹟 你玩到最後,哪有奇蹟出現 這個遊戲真的很難 我告訴你,你玩到10個左右就放棄 這個遊戲是拿著攻略本你都可以照死 真的很困難 其實我們之前新灣的時候說過 這一套作品,其實我們會很討厭蔡惠這個角色 因為未來的摧毀實在太過為自己 但其實在這個故事裡面 最後他不停說 10年後的故事 就是一群人,其實每個人都很想去救阿祥 這一個人 而他們所以分別 各自寫了一封信給10年前的自己 希望他們可以令到阿祥 可以脫離死亡的命運 這個世界是修正的 而問題其實呢 如果這樣寄信的話 第一件事 在這封信裡面 的頭裡面應該寫 我們其實那五個人都會各自寄信的 雖然我們不知道收不收到 但請你向誰確定 如果是我們就可以齊心合理 現在就是什麼呢 最初就是只有蔡惠一個人 所有人收到信之後 是他們說 難道只有我收到 難道我又有這個我不存在都市的能力 故事很有喜感就是 哎呀,我有信 但我不知道會否被人聽好 你又有信? 他又有信 大家都有信 這是一個好笑的轉子 我不會說很強行 我不知道 為做而做 不合理的 我想說 當然因為他有一些 很典型的青春劇 那些扭令的地方 扭桥的地方 而那個問題 只是扭令 沒有扭桥 對不起 蔡惠這個角色 問題在於是什麼呢 他開頭就是不太順風順的內容 然後跟著風順的內容走 但接著什麼呢 每次都是扭令 跟不跟好呢 跟不跟好呢 很難搞的事情就是 風順的內容已經在扭令 然後你那些人又婆媽 你婆媽雙倍 你整班都是婆婆媽媽 故事很辛苦 你要知道寫信的時候 你就知道十年前自己有幾個婆媽 我意思是 扭令的情節在現實時間 在做一次 你還要再說 這班人真的很扭令 不停強調給我看 大佬不用這樣 其實我都被扭令了 他想告訴你 這支這麼扭令才是青春 不是其實 裡面其實 除了他之外 其他角色其實是沒有扭令的 尤其是衰和 十年後的自己 寫上那些十年後的自己 其實就已經告訴你 沒有 你放棄吧 我才是贏家 你醒醒吧 你沒有女朋友 你有機會誠虛而入 他不會是你女朋友 那個衰和是真男人 那個真是真男人 那個真是真男人 而且他真的很有用 為甚麼呢 我記得有一幕 就是阿祥回憶回到每個人 做些甚麼 蔡奶也純粹說幾句 那個回憶畫面 但他回憶衰和畫面 是抱著他 你要明白 在故事最後 阿祥避開了死亡票 最第一個抱著的那個 是衰和 所以我不是說 其實衰和 一定是有些變態癖好 要不然 他不會支持這件事發生 神經病 你又不明白一件事 衰和曾經說過 封信裏面有一頁 說究竟是甚麼 他沒有給其他人看過 那一頁 可能就是十年後的衰和 跟十年前的衰和說 加油 你只要令到長死 你還有機會 你就可以XXYY 曾經發生過 哇搞甚麼 你變成這個問題 衰和那種 其實真的是甚麼 他愛女主角 他都很喜歡 他很珍惜 朋友很珍惜 這個朋友 他覺得 對他來說 只要他們兩個得到幸福的話 他都會覺得幸福 你不要理他 雙不有變大的經驗 他有沒有被NDR的經驗 那未開始又何來NDR呢 那你說這個故事 其實他不停就是在這些 其實尤其是你最拿命的一件事 就是 我覺得存在的都市 其實他是甚麼 逐步逐步地解決了 被殺這個危機 就是你見到是慢慢把一些不穩定的因素去除 去除 而這裏是甚麼呢 這裏是當你去除了一個好像不穩定的因素 然後跟著你功力的角色阿祥 他的心情會突然間說 每解決一件事件 他的自殺傾向值下降10 1% 然後跟著無緣無故在明天 他會無緣無故升了20% 但是你永遠不知為何他升了20% 因為你始終都不是一場 即是那種是很惱密 就是我覺得 去到中段 我覺得鏡花和 野人仔都會有這個想法就是 不如不要救他 好煩 大哥 他是甚麼 我為你做了一件事 去解決你一件事 明天就另一款一件事 我又要去死了 為何你每一次都這麼容易去死 不是累積下去的事情 重點是我越看就越覺得 這傢伙會不會玻璃心了少少 即是只要你那五個人 不是合力去看著你一舉一動的時候 在他背面你不看著他一剎那 他就去死了 這個很嚴重 難道你真的要看著他一輩子嗎 有這樣的想法就是 那五個人不如去到一個地步 我已經救了十次了 我已經覺得 不行了這傢伙 救不快 你講了一個道理的地方 其實那次救了他那一刻 單車沒有衝出馬路 不代表之後有沒有下一件事 可能他之後又捉警商城又想死 你夠了夠了幾次 因為其實問題其實是什麼呢 在封信裡面 剛才說的寫點不寫點 其實我們在最後的事件裡 說的是什麼 十年後的他們 他們知道阿祥是因為什麼原因而死的 你可以不可以寫清楚一點 我就是很記得 他們封信的第一個事件 就是說你不要做什麼什麼 其他東西是沒有寫過的 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動畫第一個想殺死的 你可不可以寫清楚一點 老兄 這就是證明了這幫玩家比較守規矩 你記不記得 夜行姐你一開始在身上說什麼 給我看封信我先看後面那些 我看完 看封信我先說什麼 你要明白 內容的東西 你先給我看最重點那件事 其實這個入證題 翔會死 今天你不讓他探媽媽 他會死 他會死 其實已經結束了整個事情 我懷疑 知道第一步沒有做得差 然後告訴他 那一天放學後 阿祥要探媽媽 不是阿祥會死 那你不是很簡單的一件事 那當然不會很重要 明明其實最關鍵就是那件事 最重要就是第一件事 之後那些就是因為那件事才是這樣的 不是 其實因為他這裡那件事 其實阿祥會有自殺 或有自毀的傾向的原因 就是因為 他覺得 就是因為 他沒有 答應了 答應了他媽媽 最後就是什麼 因為他媽媽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他沒有去 而死了 因為他就摘過自己的 如果我去了我媽媽 可能不會死 從此證明其實他整個家都是玻璃心 他阿祥沒有探他一次 他媽媽自殺 然後因為 因為那些人不看阿祥 在這個納輝的地點 不幫他一鑊 那現在 其實 阿祥想死 那他搶這個家庭 其實不應該存在 那他媽媽 一去那玻璃心 扔鞋 不讓他去參加報活 就一定要去照顧他 他那種是 過度保護 對 他媽媽那種是 過度保護 有機會被欺凌 不知道為什麼不擅長 跟兒子說話 你不要管 可能很多人都會 不擅長去表達自己的感情 對 最單親媽媽 這個我們理解 對 而且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所以阿祥的玻璃心 應該由初中開始 我覺得應該是 心理陰影 其實阿媽 圍傳 他根本上是 從小時候帶出來的 心理陰影 而這個心理陰影 其實 叫做 當十年後的他們知道之後 他們 叫做什麼呢 是希望 阿祥能夠 離開 離開 這個 好像自己殺了阿媽的 這個陰影底下 走出去 他們 當然 他們不是新世界藝神 或者他們不是科學的東西 或者他們不是研究 這個場的專家 他們只能從他們的記憶裏面 去知道他們做過什麼 在那個時候 傷害了阿祥 或者其實 其實都不是傷害過阿祥 其實是一些選擇 就是什麼呢 我當時做了這個選擇 我希望你不要做這個選擇 你做其他的選擇 可以解決這件事 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 首先那個問題就是 第一 一開始其實你應該要說清楚這件事 還有就是 你說明你寄了五封信 大佬 是不是 你可以說其他四個相當 你可以試探形式去問 應該說 十年後的他們 其實有沒有想去解決這件事 我覺得他們根本沒有 他純粹是寫信 他都不知記不記得回去 沒所謂 其實你這樣說 其實他RARATING 是想救贖阿祥 一定救贖自己 救贖自己 十年後的 他們那時候一直都纏繞著這件事 覺得很後悔 他就覺得 我不想再後悔一次 這就是封信那裏說 為何說我不想再後悔原因 當然 你說這件事 最初你說的後悔就是什麼 好像是他們一手促成 這件事 但是 在故事裏面 其實根本上 一手促成這件事 其實是阿祥自己本身 他根本就是他自己想不通 他根本就是他自己想不通 就是你 沒錯朋友是要互相幫助 理解 理解 理解的這件事 但是去到他那個的地步 我剛才說 這個是 真是他不死過 你不知道的 還有這個是有個前提 就是你朋友的幫助理解 是建立於 你自己想救自己 他這件事都做不到 前提都做不到的時候 你朋友怎樣幫他 其實是沒有用的 就是無論他朋友幫了幾次 幫他度過了幾次 只要他自己想不通 這件事的前提就不成立 他始終都會重蹈覆轍 去做回他原本要做的那件事 所以你說整個故事裏面 其實他一開始 我剛才說的 你應該說明 第二件事就是其實什麼 所有人其實 他好像是所有人 之前都說過的問題 去到那天才看 那天究竟要做些什麼 那天是神經病的 他怕什麼 怕預知了未來的事 這個很糊填效應 還有其實他是這樣的 他封信要寫出去給過去 然後又要指示做些事 但又說些不說些 找戲來做的事情 而那個問題就是 尤其是唯一叫做 解決的問題 其實只有幾個 第一 在衰和說 你說出來 我知道你媽媽的事情 不是他說出來的 等等等等 你說出來 我知道媽媽的事情 那我還要說你 有個華盛頓會 他講到那個位置就是 其實件事最終就是 那個突破點是什麼 其實他死都不會說 最後就是什麼 我當然說 我知道 你不說我也知道 我的朋友 甚至有 我們 既然我留意了你這麼久 你的事我當然知道 如果我是長的 那一刻我會很害怕 他那一刻 他那一刻以為是 蔡瑞說給他聽 這個位置 你強行來是OK 不過如果是這樣 應該是立了一個陷阱 給蔡瑞 你一想一想 基本上就是 整件事 所有的突破點 其實都是在衰和身上 所以其實根本上 衰和才是解決事件的關鍵人物 但是他另一方面 他是幕後的主幕 他是最想這件事不成功 他又沒有說這件事 在這件事裡面 最正態的人一定是衰和 衰和很好的 所以說在我的平衡時空裡面 我已經贏家 那你就在你的時候 開開心一下 在平衡時空 這件事都覺得很棒 一開始在想 我還在想很多 究竟為什麼封信會寫出來 明明他們在那個時空 幸福愉快 場又沒有復活到 那這件事發生了什麼事 是誰寫的 最後要解決方法 就是平衡時空 其實那個結局沒有改變過 中間的情節改變了 這個故事的編排手法 就好像告訴你 我有一個整人結局在 但我現在整套動畫 拍了12集 都是同人的劇情 就是這樣就改變了 其實是網上的劇情 對 甚至乎應該說 是那五條人 因為太思念 阿祥 做了遊戲 那些就是遊戲的內容 那些叫骨色奇蹟的 那個結局令我覺得 很無謂 或者把那個設定 當大過有算力 或者首先這樣說 你一開始說 他一開始都很明顯 有一件事 在說 宣揚給觀眾 他想說 你有什麼 如果你決定了 或者你想去做的 就放膽去做 預期 預期之後後悔 你不如這一刻 表達你自己想表達的東西 好過日後 就救不了這件事 但是 為什麼錯過了 就沒有機會了 但是你看到就是 阿蔡雪這個角色其實是什麼 我覺得 尤其是看到一個 一把幾顆就是 我喜歡你阿祥 阿祥說 我也喜歡你 然後跟著 第一手 然後跟著說 你幹什麼 你想怎樣 我覺得 那一刻 那一刻 不是遲鈍 我覺得 我沒有去 預期過 有這個 這個舉動 你現在幹什麼 你這個舉動 我覺得 你已經在說 是你本身做為人 個人的理解能力 我覺得已經是很有問題 我們可以給很多善良的解釋 但是 從這個側面的角度 真的覺得這傢伙 我覺得 其實你看到這套東西裡面 我不會怪他 但是有三分一 阿祥的自殺值上升 是關他的事 你又要不讓別人拍拖 人家又給你 又不給他 你又不給他 你又想怎樣 拆散人 那一刻也是 那一刻也是 握手不成功 我死了 我當時都說 你看出來 你看到我上面有一行八 你看到我現在進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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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紅了 快要跌底了 我覺得這件事 我看了就說 我不是在看 我們在看一個外形故事 還是我在看一個 其實你在看一個恐怖的故事 有心理病的人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殺人 那一刻你覺得 太扭曲了 你扭曲了個愛情 扭曲了個青春 還有扭曲了什麼叫朋友的互相理解 即他那種 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你想死我不用你死 我沒理由阻止你 這個是朋友的意願 我也是想你死前跟我說 說你要去死 你這樣也不敢告訴我 這樣的感覺 尤其是你其他的角色 都各自收到信 當然你說他們做的行動 也都沒有很明顯 因為未揭中底下 他們如果做這些就很突压 每個人做的事都會很突压 很突压 又好像逐步逐步逐步來 所以看了下去 現在這套東西 你對著裡面的角色 老實說 除了衰和 其實你不會太討厭他 因為他就是太好人 好人到你不知怎樣去 不是好人到討厭他 他不是一個人 他是非人 太不常態 其他的角色都OK 衰和特別討好 是最慘我們的男女主角 一個就是扭令到變了八婆 一個就是玻璃心的男仔 兩個變主角 他就是定時炸彈 變成人 你不知他什麼時候會爆 你還要看著他什麼時候會爆 你要明白 阿祥這種角色 其實給我聽到什麼 他過了初一過不了十五 那個問題 我說你們知道他這樣會死 這個是當他確定了這個 叫什麼 過了第一關 stage one 他還有stage two stage three stage four 你救了他多少次 救不到 如果你真的要救他 你整段人生要看著他才行 是五個人看著他 你只要有一秒 他離開你的視線 他就會突然死亡 突然之間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死亡 我不知道 所以應該要解決 當成衰和醬的擁抱 已經解決了他沒有愛的問題 沒有愛 最多是沒有愛 就是他媽媽的陰影 解決了那個擁抱 所以之後就沒事了 一個是男一個 一個是女型 很難說 完全沒有 那當然其實他這裡也沒有 他沒有很刻意地去撮合了阿祥和蔡帥這個角色 因為他也留了一個好訊號 其實最終結果是沒有 可能最後是跟蔡帥結婚的 可能是 但是阿祥這個角色就會存在 不是應該說 令到他們覺得會不會阿祥安心點走 不是那種結局去走 你以為他一定會死的 他感覺上就是 是說什麼呢 去回十年前的他 就好像安祥B的故事 他怎樣才可以 適懷 適懷呢 就是那種感覺 令到他那五個人會好一點 因為對我來說 其實他那個結果的换味 其實我自己的感覺 阿祥和蔡帥都不會最後去到結婚那一步 我覺得最終都是贏家 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他很刻意去報這件事 因為他們一直都不把他變成一個情侶關係 這個扭令 我當然不知道是不是 在日後的劇場版 他會先打算去解決 或者是拍板定中 究竟這個問題是怎樣 像這局一樣 簡直是把世界線改變了 其實現在只是進入獎勵關卡 我覺得作為地球的和平著想 這位痴男怨女兩邊都是最好絕衛 沒有關係 沒有遺害人間好一點 其實好老實說 其實蔡帥的問題並不是太大的 最大的問題始終都在祥這個人身上 這個人和剛才各位主持所謂的 他是極度玻璃身和極度感性 他那個地步就是什麼呢 他和紅樓夢的林代玉是沒有分別的 他看到那朵花 他都想自殺了 總之是看到一些東西 他觸發了 他那個死亡Fact 他就死硬了 你一輩子都觸發不到他才有好 你知道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作為你正常的話 就是 大家都聽過 說粗口不要提老母 這句話 我覺得 一提老母 變成一說粗口就delay 後面就要消音 然後 不是 說完之後 其實都不行 長會知道這個粗口 他說兩個字 他就會連想到後面那兩個字 即使你不說出口 他說媽媽 最後都會連想到他家庭的事情 然後他都沒有老母 不說家人 說歸說 不要說家人 他變成很多禁語 他一生會很悲哀 你作為一個這麼感性的人 你最後說 其實他走出了就是什麼 他走出了就是什麼 他走出了就是什麼 因為 你死了 有很多人都遺生生 你媽媽是想你幸福快樂的生活下去 去解決了 令他失壞 而 其實這件事 你強硬為了說 他硬膚 就是因為他媽媽臨死前那部手機 再有一點 你自由地生活 這句話變成他的詞咒 對他來說 他來說 原來我媽媽都很疼我 但其實我又為他做過什麼 然後他才想死 我連他最後答應他的事 我都做不到 我真是一個廢人 我沒有未來的 我還是死去好過 作為 可能我們不是一個很玻璃心的人 我們很難理解這些那麼纖細的情感 究竟為什麼會影響得這麼深的事情 你很難去理解 這個人是超級離地的 很難去代入他的角色 這個人其實等同於就是 我假設就是 大家在香港生活 你中學 你跟他說 我說 撐你 不要 不要提 不要在家人 然後 然後 聽起來 他就不肯 他死了 只是一個很少的契機 他就會觸發他的死亡病 就是這些 你覺得就是 當然我知道 看這些類型的作品 青春生活 就是粗口 大家都很真誠 但其實 一些很 其實有時候說一下的說話 我覺得都笑不免 其實他已經可以觸發自殺 其實 老實說 這遊戲真的難度很高 這遊戲 很難玩 從剛才贏了 他是有極多的禁語 不是 甚至乎其實 即使很成功走到good end 其實他 你回顧回你的人生 究竟你是不是一個 你是否有幸福 都未必顧 你要永遠看著阿翔 這個可能 都不是一個幸福 或者我這樣說 如果你作為一個很現實例子 阿翔這個人 你覺得 你會想和他成為好朋友 有時候有些是代入的 當然我知道 不一定是每個人都代入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例子 是什麼呢 不是有幾多人代入 是沒有人 沒有什麼人代入 就是 你和這個人 叫做什麼 大家交朋友 出去吃飯 你每一分鐘 你都提心吊賊 你會成為殺人兇手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 那個信的設定 令到他很多事情 令到他的長衣 變成一次性 一個事件 很多事情 就會觸發他 去自殺 其實我明白 背後的心態 是想說 那個人很空虛 那個人 很寂寞 有啦 他關心 他比較長 本來是容易 他想說的 是想說 令到他脫離了罪惡感 這件事 但他將故事變成 一個情節 一個事件 就是解決 解決 這樣的做法 就變得好像真的有玻璃心 一個事件就會死了 而是連回本題 就是要解決 重點是 我以前已經解決了 你98個死法 但你99個死法 同樣死了 就變成你之前做的 全部都是白費 應該這樣說 就是他每一個的法 都會導致必然的死亡 不是說什麼 你解決了一個 你有其他的容錯 而是什麼 你炸彈有99條線 告訴你 全部都會死的 你拆不完99條線 都一定會爆 所以我想這個故事 如果是做得好一點的地方 應該是要告訴你 那個事件 怎樣更詳細 對他觸發到 阿祥內心的傷害 然後令他自殺 而不是說 事件很表面上 解決了事情 就可以令他不自殺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 這套東西 有一個其實 他不需要 這麼刻意放下去 就是什麼 愛情 對阿祥來說 愛情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我都說 其實是衰和打開了他的心窗 你可不可以 這是友情的故事 是否容易些去解決 你放一個愛情 老實說 沒有的 老實說 那封信對衰和來說 我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一個好人 那封信是一種威脅信 告訴你 你追了阿祥瑞的話 他死硬的 先要搞亂阿祥 就是告訴你 沒有 你這段感情的成立 就是見到一條人命身上 你想不想 我不敢想 死人 你這個問頭 他整件事 十年以後的阿祥 根本是他沒有心 但是整件事 你試一下十年後 你現在收到一封信 告訴你 就是告訴你 沒錯 你這個你最喜歡的女生 你追她的話 你的好朋友會死 那當然 你可能會 對一個正常來說 你會恨兩個隔離 究竟女朋友更重要 好朋友更重要 一定女朋友更重要 OK 這個問題是有選擇的 但是 問題就是 當你全部的朋友 都收到一封信 你跟他一起 他就會死 你上不上 我當然不敢上 神經病 神經病 其實不是 因為他是扭曲了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 這件事是他媽媽的內疚感 引致這件事的發生 感情的東西是浪費的 是一個支線的故事 他們是把這件事連在一起 對 對 對 故事把這件事 熟到很大 亦都變成連帶地 覺得他們兩個拍不到拖 就要死 其實故事 甚至故事 故事本身都不敢跟你說 但他就把它重疊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而所有人的問題 已經是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 我都說 每個人都知道 你做這件無心的事 就是成為殺人兇手 你做不做 老實說 如果封信只有我一個人收到 我都說 剛才的問題 我就是 好朋友和女朋友的價值 這是一個內心 天事與惡魔的振作 但是你現在擺出來 一個公開審判來說 我當然是說不肯 你真是 萬一真的會說 如果我說了一句 蔡術很喜歡你 然後跟著說 他OK了 然後阿祥幫你收 然後他明天 他死了 那怎麼辦 那會有連帶關係 可能蔡術也死了 沒有說蔡術死了 你知不知道 他將一個 不是必然的事情 他扔到一個 必然會發生的 一個重要性 應該說他搞錯的方向 而令到我覺得 這個壞話 在這套東西裡面 大家我覺得 為何不會討論人 因為他根本上 這套戲裡面 他是最悲哀的人 他所有東西 他是要硬吃的 他扔到最重的道德責任 他扔到最重的道德責任 所以我說 這套東西根本上就是 愛情是不重要 其實是一個壞話 和阿祥之間的故事 其實很多事情 其實你看 裡面當中有很多關鍵的事件 不計上田學者裡面的東西 加入足球部 衰和邀請阿祥 一起放學 各大的事件 其實衰和不佔了一半 全部都是他搞出來的 有一半都關於事 另外還有些浪費的 就是蔡瑞問題 就是說 他會觸發了些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套東西 就是說 看這套東西 我覺得是 每個人都會眼火爆的 這套東西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婆婆媽媽的少女 漫畫裡面的愛情故事 他加了一個 好像有新鮮感的 回到過去的設定 不是 他加了一個很沉重的設定 混不成是會死的 都可以是這樣的 總之 其實設定沒有幫助故事好看 而是更加不合理 你更加討厭某些角色 尤其是男女主角 就是他們這個關係 就告訴你 沒有的 他這個 等同於就是說 我們 我們起碼不在一起 就是世界末日的了 你被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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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告訴你 我還要什麼 我還要有結婚戒指 我還要有卡 就是有樓 結婚旅行 說世界就少不免 四十零 就是隨便 隨意 最少都要有這個數 接著阿祥說 我學生 我沒有這個經濟能力 我還是去死 我覺得 我看這套東西的時候 尤其是如果大家聽眾 其實是什麼 稍微有些年紀 或者 有機會 有一個正常邏輯思維的人 有機會玩過一些 九十年代 AVG遊戲的話 你會覺得 這隻遊戲 比你玩過的所有遊戲 都更加困難 更加困難 因為我們稱之為爛遊戲 因為它只有一個解法 然後你就會說 那你不如出版書 算吧 你不要讓我選 好不好 其實是方便一點 好 那這一套 看完他的劇場版 我很有興趣知道他的劇場版 想怎樣拍 有這種劇場版嗎 竟然 有 還可以說 將會有 將會是否要描述阿祥的各種死亡 糟糕阿祥又死了 但他其實是否要 我們將有毒級數 由骨色 成為這個紅色奇蹟 他可能要神蹟 其實是要 沒錯 骨色神蹟 要 紅色神蹟 紅色神蹟 玻璃石 骨色神蹟 骨色神蹟 其實這才是真正需要的名字 骨色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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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是否覺得 這套東西如果配上一個 骨色神蹟的名字 是不是很到位 我會改一個其他名字 叫玻璃心之亂 OK 好 那我們這套介紹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